民眾帶著大包小包反抵國們 毫不容易出國 當然要把握機會好好寫拼 不過可要注意合不合法 國內遇到缺蛋危機 就由民眾突發奇想 有民眾結束日本行程 開心的帶著一盒糖心蛋 回到台灣 卻因此被海關攔下 還吃上三萬元罰單 金黃色的蛋黃看起來非常美味 但是遇到海關簡易 想吃也吃不到了 根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像是日本 中國 韓國 都屬於禽流感疫區 因此蛋類禁止輸入 回歸必抓就會罰三萬元 不過如果是完全凝固的全熟蛋品 經過通報並且通過檢查後 因為沒有傳染疑慮就能放心 月筆稍微增加 台灣對於疫病防毒嚴格 不只日本 基本上從國外吸入 促勤和植物產品都會出發 民眾出國購物 可得留意相關規範 華視新聞 陳怡寧 王世凱台北報導